后片的编织 这个后片 先说后片领窝 后片这个领窝 我这留了一点小领窝 这个领窝呢 就是一次带一针 带了三次 一次带两针 带两次 就这样 就等于是出一小领窝 往里头后边整个挑着织的 这个后片 这个腋下这儿呢 因为我这件衣服 不是织着有这个腋窝吗 腋窝这儿加针 前片加了15针 后片也要加15针 这个后片加15针呢 是怎么加的呢 是把这个前片 这儿不平着一下 加6针吗 这儿好 这儿好后片呢 一下加4针 那这这两针割哪呢 割在上边这儿好 你看我这前片 从这儿开始加针的 那我后片呢 就要比它前片呢 早加几行 你看我这儿加一针 这儿加一针 这儿加一针 就是等于是 从这个位置开始 后片就开始加针了 这样的后片的坡度 就比前片的坡度 要小一点 是这个意思 但是加的针数是一样的 你看 它是这个效果 但是记住了啊 这个两边的加针 针数是一样的 前边也加了15针 后边也加了15针 只是加针的位置不一样 后片呢 要比前片早开始加针 刚开始你看 这不是四针 四行加一针吗 我就等于后片提前了八行 就开始加针了 等于多了两个 这个四行加针 完了这个 前片这儿等于是三个四行嘛 后边这儿就等于是五个 完了这个两行加一针 是一样的 到最后这儿 前片是一下加六针 那后片就是一下加四针 也就是把这个两针 挪在上面去了 就这么点区别 我就是为了好记 所以我就没有 好记者 好记者